10号上午,吉安湘发生一起死亡自撞意外 一名52岁的徐姓男子独自驾车 行经东海时接一处歪字路口时 不明原因,自撞在对象的纽泽西护栏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道,造成驾驶头部重创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在送一抢救后,还是悬告不至 黑色轿车从民宅前呼啸而过 但它却越开越往左偏 最后一头撞上路中纽泽西护栏 瞬间卷起一阵烟尘 护栏被撞到路中留下大片推移痕迹 黑色轿车左车头凹陷内缩板筋喷飞 左前轮胎也被撞歪 驾驶座只剩爆开的安全气囊 不难想象车祸当下撞击力道有多大 我们没有撞到,自己撞到 附近居民听到声响赶紧出门查看 事发在10号上午7点多花莲吉安乡 东海10街 52岁的徐姓驾驶准备开往Y字路口 却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突然失控自撞护栏 当场头部重创失去意识 消防人员火爆到场立刻实施CPR急救 好不容易驾驶一度恢复生命迹象 但送医后还是在傍晚10点宣告不治 根据警方了解驾驶没有酒驾 但究竟是车速过快酿货还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也还在厘清 记者薛丽琴杨坚 花莲采访报道